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蔡美娟 歡迎收看今天11月11月星期三的婚姻新聞 在選舉幾春19月的時間 民進黨中央黨部特別來到婚姻 基本官奧部聽農民告婚姻主題行動中心 由農委會主委丹吉頂報告 對頭頭思驗看臺灣農業部門的改革轉帝 也邀請兩位民進黨立委候選人所在婚姻跟老建國 說出他們的心聲和看法 董主席鄧英台表示 感謝所有委員長來打拚的董事和農委會 台風出現無關於配合中央政策的狀況 他也表示記憶 民進黨的行動中心會來到婚姻基盤的開始 就是農委會主委丹吉頂的專題報告 因為這段時間以來 議員就偷到常常受理會的邀請 來婚姻和農民交通 主委的感受很沉 理會也看到裡面的問題 你的產銷失衡的問題的話 來年的話我希望是可以好好的處理 但是要怎麼樣好好的處理 農委必須回歸到農業的半職 然後要去捲結各個地區 你這個地區你的農 你的主意產品是怎麼樣 你的產銷問題是怎麼樣 希望來年來講話 大家如果能夠共同在政府立法面的話 我們一起為這些事來打拼 三小平行才能讓農產品的問題檢查 農民用心在進農作物 尤到天才是沒辦法的事情 這時候就很需要公佈問來到三天 農委會過年要再扳引領 跟這個地獄人家說 比農民的幫助 這裡還比較接受 不僅是要應變 政府應變氣候 要來整理更加進入 我們會對政治的力量 本來比其他的國會更加密切 因為立委和農委會的職業 應該要有積極的作為 負起他的責任 才能為農民解決問題 跟中央政策相準的時候 中央政策是無法 最起到地方造不到農民的 這一點我們盛開一看 同時我們也對 曾基督諸委 農委會所有的同仁 在這個世界上的表現 我們代表黨中央再一直給予肯定 在選舉這群最好幾個月的志祺家 民進黨來到雲林區中相會 不然是了解地方的情形 當然也是希望為好選人加油 贏到每年選舉的勝利 記者靈一靈 蔡芳報道